如果你覺得我又沒有藍木綠木 請問可不可以用一般的這個 比如說我們現場可能教室的 或者宿舍裡面那個大的白色的牆壁可不可以 其實理論上也是可以啊 只是說你如果是拍人的話 我們比較鼓勵各位拍人 為什麼要用這個綠木或藍木 因為人的身上這兩種顏色比較沒有 所以你一般近攝影輪 應該都是這兩種顏色 只要自己拍人為主 但是你拍東西就不一定喔 比如說你要做網拍啊 那些就看你的東西的屬性 那麼您可以看到這裡 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所謂的虛擬盛騰 可是說真的動輒幾十萬 甚至有上百萬的 有沒有像這是我們學校的 然後這個是別的學校的 有沒有都差不多 對不對 只是說那個木的大小 這種就是實體的桌子 就看你啦 你要讓老師做 還是不要讓人做 如果可以的話 說真的燈光會不會影響拍攝的效果 會 可以的話 那最好是有這種補光 你的臉會更平均一點 這樣了解 如果沒有就只能看運氣了 萬一燈光從這邊過來 就是這邊亮一點 這邊暗一點 萬一從上面下來就是這邊亮一點 這裡暗一點 所以至少大部分 如果你真的要 比較就是跟那個攝影盆等級的 至少左右兩邊都要有 甚至下面這邊或背後 再有補燈 這樣可以讓你的看起來效果比較好 那網路上有沒有人在賣 那有 這個沒有廣告嫌疑啦 就是剛好最近有人說 要買 我給你看一下 一般像這種有沒有 150公分200公分 就要多少錢 這樣子 好 他就這樣打開啊 就像這樣打開啊 你看下面有沒有 攜帶行分 他翻過來是藍幕 另外一邊是綠幕 那就看你 可是他這個就沒有支架 就是要自己站著 要自己站著 就因為買上面這一種的 有沒有還有人 特別買這種支架的也有啊 那我們這種是 不用的時候就當晒衣這樣 對不對齁 所以看你 那麼 像我去買這個 藍綠幕布 老闆娘是第一次遇到我這種 蛤 因為他沒有遇過有 帶電腦去買布的 我就帶我能夠不可 把OPS打開 跟老闆娘說明我的來意之後 我就在現場 請老闆娘跟我一起入境 可以了 我再買 所以我們那一天大概是 差不多快十款布吧 就是有時候你眼睛看到 跟實際上電腦這樣做 欸不見得OK齁 所以不是說藍色就好喔 也不是說綠色就好 就是你要實際試看看 實際試看看會有不同效 當然現場的環境也會有差 可是至少就是說你實際看了 OK了 你再買比較不會後悔嘛 對不對 反正老闆娘第一次遇到我這種客人啊 我就讓她體驗一下 就玩一下這樣 蠻好玩的啦 但是記得要挑 我在那個季光街那邊有那個布莊 知道季光街嗎 如果是台中的人才知道 就是火車站那 第一廣場後面那裡那個叫季光街 那邊有一些布莊 布莊的店 你可以在那邊挑 這樣子 記得挑人家 沒什麼客人的時候去 蛤 你人很多水利娘 哈哈哈 對不對齁 OK 好的 好 好